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薰兄弟 红米在628期间上市了一款新的小金刚G27Q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红米G27采用了褐色的环保纸皮 打开它的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 包含了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Type-Z线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以及校准报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仪器是科美的CA410 测试了P3和SGB两种色域空间 GAMMA2.2,色温6500K P3模式下平均色准0.74 最大色准2.5左右 SGB模式下平均色准为0.46 最大色准则在1.5左右,表现不错 但测试摄样相对偏少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测量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4颗十字形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座采用了全金属的材质 形态为正方形 不占桌面的空间 机身背面中央做了一圈蓝紫色的装饰环 右边则有红米的logo 以及机身的尺寸之样 左下角则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 它只支持俯仰调节 不支持升降 垂直以及水平旋转 没有配备人体工程学支架 还是比较遗憾的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以及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整体的接口丰富度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红米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低转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艳丽 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一期的测试 SRGB容积达到了130% PB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有轻微的彩边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条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长方形 OSD菜单方面 它采用了蓝黑的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功能设置 首先是摄温 出厂默认为7550K 菜单中的摄温选项 提供了标准 冷色 暖色 以及自定义的调节 最冷的摄温为106K 最暖摄温则为5396K 摄域空间方面 它内置了两种摄域模式的切换 分别是P3和SRGB 通过仪器的测试 P3模式下 摄域覆盖率为95.5% 平均摄察值1.23% 最大摄察值2.84% 表现不错 SRGB模式下 摄域覆盖率为97.3% 平均摄察值1.04% 最大摄察值1.67% 表现优秀 亮度对比度方面 出厂默认的亮度为332L 手动调节的最大亮度为404L 静态对比度为1144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摆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红色部分亮度最高 超过了400L 周围一圈紫色在350-400L之间 边缘前紫色部分 在300-35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生存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3.25% 表现一般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7107K到7612K之间波动 左边紫色区域在7100K左右 蓝色区域在7200K到7400K之间 边缘绿色区域在7400K以上 整体色温均匀表现不错 切换到全屏黑厂 它的亮度在0.1-0.6L之间 左下角有一束漏光峰值 在0.6L左右 整体的漏光控制表现中等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视角对比度 呈现IPS典型的实质型分布 红色区域为最佳视角 对比度在1100K左右 最佳的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在25度左右 在IPS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频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这点好评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量 它的红光波段 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类型 蓝光波峰在447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21.28% 相对偏高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奢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和Type-C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165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IL协议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只能支持到2K 120Hz的游戏内容 其余的都不支持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2K 60Hz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震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2K 120Hz RGB全范围输入 但不支持自动低延迟和VR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2K 48-165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但不支持High DPI 另外在实际的测试中 Type-C的接口可以支持到反向供电 最高功率为20V 3.25A 也就是65W的PD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7毫秒 XDR性能方面 在它的商品详情页 我们可以看到 它通过了Display HDR400的认证 但在Visa的官网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认证信息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垂直扫描线的检测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 XDR亮度方面 通过实际测量 它最高可以达到424L的峰值亮度 XDR静态对比1168比1 UTF曲线方面 它只有XDR自动模式一种 通过一切测试 由于IPS黑场无法降到0 因此暗部信息进行的裁切处理 由原本的0L起步调整为0.4L 在灰阶上升的过程中 逐步贴合标准的PQ 而到了50L的灰阶处 则开始通过滚降的形式 压述亮部信息 以此来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在其他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家 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它用了核心最高亮度为359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和暗部细节表现还不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而此在游戏方面的体验 它的色彩还原和色阶过度表现都不错 并且高光的细节表现也很优秀 但在部分暗场情况下 它会出现发挥暗部下去的情况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一般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G27Q原生支持165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65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预设了4个OD档位 分别为普通 快速 高速 急速 实际用仪器测试 普通模式下6.42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快速模式5.16毫秒 平均过充1.2% 最大过充为12.45% 高速模式下4.51毫秒 平均过充4.32% 最大过充28.2%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下3.6毫秒 平均过充15.17% 最大过充为71.46% 肉眼可以看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4.51毫秒 作为它的最快可用响应时间 这个表现在2K高刷显示器中 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平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ET为6.05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地榜的第23名 实际在U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的轻易度表现不错 后方托尾的控制也是不错的水平 暗部调节方面它有上下各50级的调节 调高之后暗部提升明显 但画面会伴随着一定的发挥现象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及它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有一块金属屏蔽罩 打开屏蔽罩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是驱动版和电源版 我们先来看驱动版 主控IC4成型的MST9804 支持DP.4、HDMI 2.0 以及立体深音频输出 主控的旁边有一枚普瑞的PS8822芯片 支持Type-C数据传输以及DP-OUT的功能 在旁边还有一枚新海科技的G020微控制器 用于控制Type-C接口的供电协议 USB接口上方有一颗创维科技的GL3523 用于实现USB HUB功能 面板贴纸部分 DECOM上印刷着面板的型号 SN2701S01-1 这是一块惠科生产的OC 27英寸2K 165Hz 原生5毫秒的响应 25%的误度 8bit的色深 接着我们再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桌标计算 它达到了130%的SRGB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80名 S加亮度方面实测为404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65名 静态对比率方面实测为1144比1 对比率天体榜排名第62名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移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在IPS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亮度均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1.48% 均度天体榜排名第54名 S加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424L S加亮度天体榜排名第84名 S加静态对比率方面 实测为1168比1 S加静态对比率天体榜排名第56名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的最快可用灰阶响应时间为4.51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时间天体榜的第36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BT为6.05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的第23名 好了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原生165Hz的刷新率 实际的OD调校不错 运动轻易度在2K高刷器型中 属于是优秀的水平 2.视角对比度表现不错 3.配备全功能的Type-C接口 支持65W的供电 接口配置在同价位中表现优秀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安装便利性和支架功能性较差 不支持升降 只支持抚养的调节 2.视机的字体显示表现一般 有轻微的踩边现象 3.S站模式下实景亮度较低 暗部表现也相对一般 有优化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红米G27Q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声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